各位好,我是王中龙,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游戏的录影 这次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我玩SEGA AGES的其中一款游戏叫做 《悟空斗群魔》 这款游戏原本是SEGA MK3 也就是阿洛四三代的时候出的游戏 那时候的游戏中文名字叫做《悟空斗群魔》 当然原名字叫做XKID 跟《悟空斗群魔》 要说跟孙悟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为很怀念,那么就买来玩了,就开始来试一下吧 新的模式多了刚才看到的图案,根本是没有的 这个游戏基本上就像是马利欧一样吧 应该是校方马利欧吧 过程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拿钱 这些钱是可以用来买东西 另外这次采用的方式是用先游玩录影 然后再后置录音 这样子的话感觉在游戏的时候不用讲话 会更专心一点 不过刚才还是不小心死掉了 那因为我是玩新模式的关系 所以呢 它这个模式可以倒转 刚才死掉的时候就立刻倒转 有倒转的功能还蛮方便 估计在玩动作游戏的时候 可以立刻回去刚才死掉的地方 不用等很久或者是又重头开始 开始游泳了 这个游泳关不像马利欧 马利欧的话在水中是会往下沉的 而在玩物空洞群魔的时候 在水中则是会往上浮 下台 问号的 砖块 基本上 出现的东西好像是有顺序的 所以 如果有些 问号的砖块你不先打的话 后面就不会出现加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问号砖块 有的时候会出现 会追踪你的敌人 但是那个追踪你的敌人 只要 一离开那个画面 就会消失掉 所以 基本上先把那个 会追踪你的敌人打出来 然后再想办法 打下一个问号砖块 通常就会是加台 然后这个游戏的头目战 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 要使用猜拳的方式来攻略 那猜拳的顺序其实是固定的 这个版本开发者还蛮好心的 直接把顺序公布在上面跟下面 所以各位在画面上会看到 一连串的石头剪刀布的符号 这些其实就是顺序 这些其实就是顺序 像现在是第二次 所以用剪刀 顺序是从左边到右边开始的 接下来是水中关 一开始左边就有个问号 打破这个问号就可以得到家台 打开 以那个时候的画面来说 其实我觉得还算不错 这个表现 章鱼的手也做得还算是不错 这个地方要小心不要往前太多 因为如果往前走太多的话 这上面的那个猩猩打破之后 就会无法拿取 好 接下来去拿饭团过关 第三关 第三关我是觉得 因为布置上有点麻烦 所以我不太想拿这些道具 应该说钱吧 所以可以直接跳过去的 我就直接跳过去了 下面有蝎子要小心一点 因为地面上有草 草的高度会稍微遮住 悟空的一半 他有说了 悟空啊 你来得好啊 你其实是某个 拉达克箱的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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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老托子就是告诉主角说 你现在要救出被抓走的哥哥 那你的哥哥就是被关在层里面 这个游戏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有一些不同的工具 交通工具给你使用 像这一关的话就是有 类似直升机的工具 有点类似加分关吧 即使那些交通工具 因为撞到的关系而掉下去 基本上不会死掉 只是到另外一个画面而已 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打牛了 第四关 这一关可以先买个直升机 然后再买个家台 我直升机的话赚钱比较方便 因为他这些钱袋基本上 就是给那种 油买直升机的人用的 应该说给油买直升机的人拿的 在骑直升机的时候也是可以射子弹的 在骑直升机的时候也是可以射子弹的 但是这种关卡因为 像这一关的话不像前一关是 类似加分关那种感觉 而是在一般的关卡中使用 所以要小心如果一旦 撞到东西 从直升机中掉出来的话 很容易因为撞到敌人而死掉 如果是在加分关撞到的话 就会掉到另外一个画面 而不会碰到另外 不会碰到敌人 所以算是比较安心的 到了最后要对决头目的时候 通常就会射击这种 让你撞掉的 石头 这一关的头目是牛 其实如果没有看刚才那个图片的话 我一直以为这个不是牛是猪 王子啊,你来的好啊 你平安巫师太开心了 你的哥哥就关到城里面去 你去救他吧 好 所以 放到这边 就从故事中可以知道 主角的话 算是 国家里面的 老二吧 他上面还有个哥哥 好 这个地理从小跟哥哥分开 然后地理是从小被抓走的 其实故事设定还蛮随便 这边有个小秘密 先打骷髅头 右下角 中间的那个石头就会不见 这样子往下掉的时候 就可以掉到地板上 如果没有先打那个骷髅头的话 往下掉基本上是不会落到地板上 而会落到岩浆上 如果平时的话 用拳头打那个骷髅头 掉到地位上的时候是会 稍微的僵住一下 在有敌人的时候 打骷髅头的时机就要小心一点 不然在僵住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攻击 这边的这个问号是敌人 所以我先把画面拉到 右边一点之后再去打那个问号 这样在移动的时候才会 比较快一点 让那个敌人消失在画面上 然后再打上面的问号 就会出现加抬了 这个游戏的操作有点惯性 所以有时候会重复操作 跳不过去 而且不但是有关心 在前进的时候 他加速的速度还非常的快 所以一个操纵不好 可能就会掉到 空洞里面去之类的 好 这是二号的小头目 剪刀 就姑且叫他剪刀怪吧 这是第二个敌人 所以从三号的剪刀开始 可恶 我输掉了 继续 三战两胜 第四个 布 過关拿饭团 接下来头目是熊 算可以说是熊怪 熊的样子 但是手上是拿刀子的 这关有点麻烦 因为地上的那个 刺枪很多 如果一抓去的话 掉到那个刺枪上面 就会立刻撕掉 因为这样子的关卡设计 所以 一开始虽然可以买机车 但是最好是不要买 然后这边最好是用魔杖 用这个杖可以飞天 为什么要魔杖呢 因为刚才在那个 有刺枪的 地形上的时候 但是上面 有一颗石头 就刚好卡在你跳到最高点的位置上 你无论如何都跳不过去 虽然你也可以跳低一点 但是有 落到下面的竹枪的方向 所以最好 是使用魔杖来飞 会比较好 不当一点 刚才因为有法务和套装块给打出来 所以这边就变成家台了 好 虹熊出现了 拿刀 如果因为有使用王冠的关系 就使用头冠了 所以 安全干掉了他 然后这一关就是 坐游艇 坐游艇也是可以使用射击的 也是可以射子弹的 跳起来的实际不太好抓 结果刚才因为一跳的关系 来不及继续跳过去 就变成撞石头 掉到水里面去 3号的头目是 布关 这一关也可以用直升机 所以玩起来很难顺 说起来这个游戏其实不难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 没有办法全破 也许是因为 操控器的关系吧 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我是觉得不太好用 这边小心闪电 然后这个问号是头冠 然后这个问号是头冠 之前也有使用过头冠 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 头冠是干什么用的 使用头冠之后就是可以使出 揮拳的时候会使出 会发出拳气吧 这边是我最容易死掉的地方 不小心就被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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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头目 大魔王的第三号 手下 布关 小时候玩 唯一的难处就是不知道这个猜拳的顺序吧 可恶 我输了 然后就变出了反团 好 要进城了 这个就囚禁在这座城中 打到城堡的时候会有点像是走迷宫一样 虽然也并不难走 不过还是需要稍微的探索 这边有三条岔路 先往右上方走 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加台 哇 不小心碰到 其实以我的台数来说好像不用倒转也可以 从这边下去 这边比较麻烦 因为要往右上交走 所以必须先把这些砖块给打掉 因为实际有点难抓 所以运气不好的话 就要反复的跳好几次 很麻烦 左上角的前代拿去拿的时候 地板会消失不见 很容易碰到下面的火焰 要小心一点 这边是用券头打的 上方的那粉红色的三个有图案的砖块 就可以解开哥哥身上的 算是铁条吧 炸狼 然后哥哥就会跟你说 你要去救其他的人 然后 他有写一封信 要你去拿 所以 第二个目的 来到这座城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拿到哥哥的亲笔信 往上走就可以看到了 左上角那一个就是亲笔信 他说回来我好像还没有看过亲笔信的内容 这边往左边走的话是拿宝物 不用特别去拿 就直接走右边了 要小心别碰到火焰 往上爬 要重打那三个小头目 一号是拳怪 出两个步就可以干掉他 打到他之后这一次他的 举动就会稍微不太一样 像这个拳怪他的火就会飞出来 再来是剪刀 顺便说一下 如果一开始没有造这个功率的 剪刀石头布的顺序来玩的话 他出来的顺序就会变掉 那画面上的这些 功率的顺序就会变得 没有办法使用 二号的剪刀怪 虽然说 不过 不过没有办法使用 只是我的猜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顺着这个顺序 然后继续玩而已 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自己 试一下看看 二号剪刀怪 这一次会出现 也是一样头飞出来 但是呢 会多了一个射子弹的模式 所以在打他的头的时候 你要小心不要被他身体射出来的子弹打到 啊 干掉了 得到饭团 接下来就是 直升机关 这一关要小心不要撞到人 接下来会出现三只鸟 小心一点 好 过关吧 虽然要跟他拿月光徽章 但是他说月光徽章被拖了 好 所以只好 再继续 探索月光徽章 先买个魔杖 这边可以买机车 其实应该先买 因为不小心死掉的关系 所以就回来 顺便买一下机车 有的机车就可以直接撞了 有的机车就可以直接撞了 比较方便 有的机车就可以直接撞了 去加台 哎呀 结果没有操作好 还是撞到四套了 没有关系 就要过关了 这个是头关 然后就是布关 然后就是布关 第一次先出拳头 再来就是剪刀 这个布关的攻击比较麻烦 他被攻击 所以 应该说 我们打到他的时候 他的头是不会停住的 所以躲在角落 攻击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了 这一关是城堡 也是个难关 这个城堡 比上一个城堡还要大一点 不过基本上 虽然有岔路 但是 只要玩过一两次的话 就会知道 岔路该怎么走 还不算太难 单纯只是要过关的话 还算好打 但是如果要把所有的钱 都拿到手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那因为我只是想要全破而已 所以选择的是过关就好 钱基本上就不拿了 这边碰到上面灑下来的水会死掉 所以要赶快前进 小心被地上的刺刺到 右边是可以进去的 只是要很花时间 所以为了赶时间我也不缺 简单说就是这一个动作游戏 在前进的时候 往下蹲 就可以插进高度只有一个的空间 然后再继续按前 然后按攻击或者是跳的话 就会一个一个的前进 靠这样子的动作 就可以得到一些 看起来好像拿不到的道具 或者是前 这边也是有点难跳 好 总算跳过来了 右边的钱就不拿了 要小心地板会突然消失掉 问号也不打了 这边要赶快打左边的那个鱼的标志 打两下之后 右边的 磚块就会消失 如果不快一点的话 很容易被上面的水碰到 然后就死掉 如果水洒下来 还来不及打磚块 那个鱼的磚块的话 就要赶快爬楼梯下去 重新再来过 然后刚才上面那个画面的话 要赶快 一进入这个画面 那个画面的话 就要立刻往右走 不然的话来不及 可能会被压死 这边最好用飞的 飞上去 爬那个楼梯 因为如果往下掉的话 会掉到水 水中 水中有很多的长矛 空长 空长 个人的感觉是 一定会死在那边 那边很难不死 因为 长矛排列的 位置很奸诈 而且又是在水中 会自动往上浮 很容易就碰到尖刺 然后死掉 所以刚才那个地方 一定要用魔杖 这边要小心 不要碰到的火焰 好 终于来到了猜拳大王 猜拳大魔王 这里了 虽然是猜拳大魔王 但是也是一样 三战两胜 根据攻略 给他两个步子 就可以了 可恶 我输了 然后猜拳赢了他之后 就要立刻 跑到他的前方去 因为他会射子弹 但是他的子弹 是坡撞的 走到他的前面的话 刚好那个坡撞 就不会打到主角 是安全地带 就像这样子 然后就轻松的过关了 拿这颗珠子 谢谢你悟空 妈妈也平安无事 不过刚才那个女生 并不是妈妈就是 那个女生是 哥哥的 算是未婚妻吧 只是跟你说 你的妈妈也平安无事 好 这个是 这个就游戏中来说 是叫做迪普 叫做迪普 生虎吧 生底虎 应该这么说 就照着这个提示 按顺序踩地板 接下来应该是 什么 鱼日月坡 新日月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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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然后就是鱼星鱼 鱼星鱼 好 火关出现了 这边要小心一点 哎呀 结果还是不小心碰到刺 成功了 终于全破了 在悟空的表现之下 终于打倒了猜拳大魔王 然后让达达克香恢复了和平 然后哥哥也就顺利地举行了代官式 成为了国王 哥哥的名字叫做伊格 伊格就成为了拉达克香的国王了 然后被变成石头的人民众 都因为土关的力量 恢复原状 就这样子 这也是新的图 好 那么就谢谢大家的欣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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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